这是中国最强大的火箭 疑似能推起800辆小汽车的重量 但它烧的不是煤不是油而是轻 这是中国最强劲的矿用卡车之一 疑似能拉动大约30头大象 但它用的不是煤不是油而是轻 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南极科考站 疑似最多能容纳80位科考人员 但让它运转的不只是油还有轻 没错不知不觉间 你早已身处一场能源革命之中 不信那就看看你家的燃气灶 死尸燃烧的不只是天然气还有轻 那么这场能源革命是如何发生的 它真的能成功吗 为什么偏偏是轻 因为它发生燃烧等反应时产生的紧紧是水 没有污染物没有碳排放 而它释放的热量更能达到同等质量汽油的三倍 煤炭的四到五倍 但是当前中国的绝大部分氢气 依然是从化石能源和工业生产中提取 过程中也依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因此只能被称作灰氢 那我们该如何生产清洁的氢 又该如何撼动化石能源统治了260多年的能源格局呢 如果你此时想到了水 那么恭喜你 已经找到了当价最清洁的制造方式 只需要准备一个电源 两个电极 一盆清水 就可以让水分解为氢气和氧气 接下来 再把整个装备扩大复制数百万倍 就是一个工业级别的制氢设备 碱性电解槽 但遗憾的是 如果当前中国全年的氢气产量都只靠电解水 那消耗的水相当于1100万人一年的生活用水 消耗的电则相当于全国人民一年多的生活用电 这实在是太贵了 怎么办呢 既然电不够 那就去找电 比如那些无法完全被电网销纳 而赋予出来的风电和光电 避免气用的同时 还能化作氢能储存起来 同样 既然水不够 那就去找水 比如矿井水 工业废水 甚至是无穷无尽的海水 这可不是一座简单的海上平台 而是一座海上制氢厂 在这里 工程师们不仅可以通过常规方法 先淡化海水 再电解制氢 甚至还在尝试用特殊的结构和工艺 直接电解海水 当然 光靠这些也还不够 还得加上以装甲解干等废弃物为原料的生物质制氢 以及未来或许能实现的大规模天然氢开采 核能制氢 光解水制氢等等 直到有朝一日 各种符合低碳氢标准的氢能 让这场能源革命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但生产还仅仅是第一步 接下来又该如何把氢运往天南海北呢 这是一吨水 而这是一吨氢气 作为自然界密度最小的气体 要装下它至少需要五个标准游泳池 显然直接这样运输实在太贵了 怎么办 那就压缩 在200倍大气压的高压下 将氢气的体积压缩到原本的1% 然而氢原子实在太微小了 在长期的高压状态下 会逐渐侵入到金属材料内部 并缓慢发生聚集 导致金属形成裂纹 如果再遭受外力 就容易出现开裂破碎 这就是清脆 但好在材料工程师们出手了 他们利用特殊的钢材和工艺 加工成无缝钢瓶 足以存储200倍大气压的氢气 让它们编排成组 就是目前最成熟的 短距离运氢方式 长管拖车 又或者依铝合金做内胆 外部缠绕碳纤维 制成强度更高 质量更轻的储氢瓶 就能为氢能汽车储存燃料 等这些方式 最多也只能装载 500千克高压氢气 不想这辆储氢车 即便在常温长压下 也能存储一吨氢气 不过 它用的不是瓶瓶罐罐 而是一种特殊的金属材料 通过和氢气发生反应 把氢气变成固体物质 储存起来 那么还能继续缩小体积吗 比如把气体彻底变成液体 当然 像这样的液氢槽灌车 疑似可以装载四吨氢气 可是直接让氢气液化 温度必须低于零下253摄氏度 比让天然气液化的温度 还要再低90度 这也意味着液化氢气的能耗 将达到液化相同质量天然气的十几倍 但化学工程师表示 谁说液体只能是液氢呢 还记得这座海上平台吗 它除了电解海水以外 还能将氢气转化为氢和甲醇储存起来 更加安全 也更加节能 这就是全球首座海洋氢氢氢工厂 可以想象 当它被放在航道上时 便能化身为往来船只的 海上不能站 而在陆地上 也只需要一条重载铁路 就可以把50多节车厢里 满载的3000吨鞍纯 从西北内陆运往东部沿海 而要推动一场轻能运输革命 仅靠这些运轻方式 似乎还有些杯水车薪 但别担心 就在你不知不觉间 一条从内蒙古乌兰查部出发 跨越9个县区 直达京津冀的氢气输送管道已经启动 人称西青东宋 全长有400多千米 在它建成之后 一年运送的氢气将达到10万吨 而运输成本 竟有场馆拖车的五分之一 至此 氢能已经接连开启了生产革命和运输革命 而天南海北的氢又会释放怎样的能量呢 这块特殊的电池只需要一级接入氢气 一级接入空气 就能在催化剂的作用下 通过在两级间转移电子 产生电化学反应重新生成水 并同时形成电流释放电能 这就是氢燃料电池 如果把它装进车里 你就可以得到一辆氢能汽车 相比油车 它零碳无污染 而相比电车 它只要加氢3到5分钟 就可以续航500千米 哪怕在零下40度 也可以轻松启动 那既然如此 为何不把它装在更多地方呢 这是一辆氢能汽车的售价 是纯电版本的近4倍 而这是它们的燃料成本 每100千米的燃料成本 最多相差两倍 更何况截至2025年9月 全国的加氢站也不过560座 远远低于随处可见的 加油站和充电桩 是的 一方面你会看到 一场涕碳行动已然开启 公路上 河北的绿青 正通过一辆辆场管拖车 源源不断地运往北京的加氢站 随后被加注到公交大巴里 而铁路上 氢能列车正在替代内燃机列车 河流上 氢能船舶也在替代燃油船舶 还有氢能重卡在矿场里往来穿梭 甚至氢能无人机也在天空中展翅翱翔 不仅如此 作为更清洁的工业原料 氢能也在席卷钢铁厂 化工厂 煤电厂 各种工厂 而另一方面 你同样会看到 尽管今天的中国 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 氢体生产国和消费国 但氢的生产成本 依然是煤炭石油的十几倍 熟清管道的价格 将达到天然气的两到三倍 再加上居高不下的 氢燃料电池价格等等 氢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 依然微乎其微 但这是一场 不得不开启的能源革命 毕竟根据估算 人类将在未来一百多年里 用完当前发现的所有天然气 所有石油和所有煤炭 所以我们必须重构一个 全新的能源体系 包括风 光 水 河 也包括氢 这种特殊的能源 它取之于水 最后有化作的水 看出什么也没有改变 但由它点亮的文明之火 却在真实的存在着 闪耀着 好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